有点也不信慌慌慌慌哥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 七个淘气小孩 遇到一个魔法保姆 让父亲娶了个大美女 过上幸福生活的故事 非常精彩 想要娶个大美女的小伙伴们 记得要看完啊 话说在国外 有一个三十多岁的油腻中年人 他的名字叫小日 小日可不得了 和刚去世的妻子小月 生了七个孩子 镇子上的人都称他们为 金刚葫芦丸 这七个小孩中 大二字的名字叫小明 小明那是非常的淘气 带领其他的兄弟姐妹 那是各种调皮捣蛋 一共弃走了十七个保姆 在小日家里 还有一个女佣大漂亮 和厨师不会做饭姐 大漂亮一直喜欢小日 只是怕自己的身份不行 压根不敢表白 厨师不会做饭姐 那更是厉害 压根不会做饭 为了再找一个保姆 照顾七个小孩 小日再次来到了保姆中介所 不过老板就说了 自己这儿 那是一个保姆都没有了 你要想找个厉害的保姆 就去找传宗的魔法保姆 好心事 小日一听 那是非常的迷茫 不知道该去哪找 好心事 不到家后 小日非常的郁闷 淫头之下 不让七个小孩吃晚饭了 这下可忍诺了小平 带领一群小屁孩 一平底锅 就把不会做饭姐给撂停了 随后七个小孩 开启了拆家模式 把厨房搞得是乌烟掌气 小日那是压根管不了了 就当小日不知道该咋办的时候 魔法保姆好心事 突然来到了小日家里 只见好心事 长得那是非常的丑 脸上有两个大痣 还有酒糟皮啥的 不过小日顾不了那么多了 立刻让好心事上的班 好心事直接来到了厨房里 群小孩压根不搭理他 直接好心事敲了一下拐杖 群小孩开始疯狂的搞破坏 把鸡蛋啥的都扔进了锅里 那还压根停不下来 最后一群小孩全都认了怂 请好心事放过自己 好心事再次敲了一下拐杖 整个厨房都干净了 大漂亮和不会做饭姐 感觉啥事都没有发生 紧接着好心事让群小孩睡觉 还告诉所有的小孩 如果你们不希望我在这里的时候 我会一直在这里 当你们希望我在这里陪你们的时候 我就会离开 说完好心事就找到了小日 说自己不要钱 只需要周日休息一下午就行了 第二天该起床的时候 小明又开始淘气了 他让所有的小孩都装病 就是不起床 好心事敲了一下拐杖 所有的小孩真的生病了 最后好心事拿出了一大瓶 黑乎乎的荒歌牌感冒药 让每个小孩都喝了一口 把小孩们给恶心到不行 一转眼到了下午 小明等小孩终于受不了了 求好心事让自己起床 好心事敲了一下拐杖 所有小孩的病全好了 而且小孩们当即表示 以后会按时起床 还当场感谢了好心事 好心事脸上的一颗大痣 突然就消失了 这时候小日接到了 自己的姑妈前大妈的信 前大妈可不得了 那是相当的有钱 信上就说了 如果小日不能在一个月之内结婚 就不给小日钱花了 还说明天要来小日家里做客 这下小日瞬间打了拨 当即主妇七个小孩要听话 心里还想着 到哪去找个妹子结婚啥的 就当一转来到了第二天 前大妈来到了小日家里 前大妈就说了 为了给小日减轻压力 要带走小日的一个女儿 这下小明那是怒鼓功的心 把衣服穿到了一只名叫 佩猪猪的猪身上 要说前大妈眼神真心是不好 把佩猪猪当成了小日的女儿 还说小日的女儿长得真心是丑了 所以小明还把前大妈的帽子 戴到了一头驴身上 前大妈一看着情况 当场发了火 幸会有好心事 放了个魔法 让驴给前大妈跳了一个舞 前大妈才开心的笑了 为了不让小日气离子散 大漂亮假扮成小日的一个女儿 坐着前大妈的马车就走了 一群小孩再次感谢了好心事 好心事脸上的另外一颗大痣 也消失不见了 这天小日正在上班 同事告诉她 镇子上有一个凶残的妇女 她的名字叫探财姐 探财姐那也是牛道不行 天生克服命 已经有三位好汉死在她手上了 小明一听那是非常的开心 当你开始邀请探财姐来自己家约会 小明一听 父亲要给自己娶个后妈啥子 那是非常的害怕 他希望好心事能帮自己 不过好心事就说了 这件事必须你做 而且你要承担后果 小明一听那是啥也不管了 开始想方法整探财姐 一转眼 探财姐来到了小日家里 只见探财姐长得是非常的凶残 刚进屋 小明就开始了自己的行动 一会儿在探财姐头上放蜘蛛 一会儿要用石灰攻击探财姐 小日那是各种保护探财姐 探财姐以为小日要占自己的便宜 一耳八字上去就回了家 这可气坏了小日 当场就说了 如果自己不结婚的话 钱大妈就不给钱花了 房子就会被银行收走 小明等人也得到工厂打工 小明一听立刻明白了 小日的良苦雄心 带着兄弟姐妹 开始给探财姐道歉 探财姐也是软婴不吃 压根不接受 不过小明说到自己的 顾奶奶钱大妈是个大土耗 探财姐一听有钱 当即表示 明天就能和小日结婚 镜头一转 来到了第二天 婚礼现场都准备好了 钱大妈带着大漂亮也赶了过来 此时的大漂亮 那是性感到不行 把小日给迷得一愣一愣的 不过小日还是要和探财姐结婚 在婚礼现场假装有迷风 带领群小孩开始各种捣乱 还把蛋糕呼了探财姐一脸 探财姐也不怂 一块蛋糕扔出去 砸了钱大妈一脸 随后一群人开始了蛋糕大战 大漂亮也加入了战斗 而此时探财姐实在受不了了 婚也不结了 三个子就跑了 一切结束之后 钱大妈那是非常的愤怒 当即表示 如果小日再不结婚的话 一分钱都没有 要说还是小明聪明 当即表示 大漂亮可以和父亲小日结婚 这下钱大妈瞬间傻了眼 紧接着好心婶敲了一下拐杖 天宫下起了大雪 好心婶也变成了一个漂亮的大妈 所有好心婶用雪花 为大漂亮做了一件婚纱 成功让两人结了婚 正当一群小孩 想让好心婶陪自己的时候 好心婶突然就消失了 从此小日和大漂亮 带着七个葫芦娃 过上了无法描述的快乐生活圈中 看完这部电影 欢歌不得不说 如果你遇到了一个魔法保姆 你会让他干啥呢 要是欢歌的话 就让他天天用魔法 给欢歌烤羊肉片吃 再喝一口 欢歌牌八十年雪碧 小生活肯定没自知 好今天电影到结束了 如果你有好电影 可以再评论去告诉欢歌 欢歌会第一时间我已经说 记得关注欢歌的投票号 我们下次再见